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感谢上帝带领宇宙的时间过来 这个组织我们可以来继续在主日学的课程当中 来学习神的话语 来系统的查考创世纪的课程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把这个时间我们来交托和仰望在神的手中 愿上帝来祝福我们的学习 我们来祷告 慈悲满有恩典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你是新世的主 一天又一天 这世界虽然变化多端 变幻莫测 但上帝也从不改变 每一天你的恩典都是新的 每一天你的恩典都是够用的 神啊 愿在这动荡不安的这个世界和环境当中 愿在这个充满坏消息灾难瘟疫的世界当中 我们的心不要因为世界而惊慌拒拔 让我们知道在上帝你的话语当中 有平安 有鼓励 有希望 有生命 有喜乐 神啊 让我们归回到我们生命的根源 让我们归回到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当中 求你引导我们 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活在神的心里当中 能够活出神的荣耀 能够得着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份坚定的确诀 神啊 请你祝福大家 祝福每一位在主学课程当中学习以化的人 我们来仰望主 求主特别的恩待 帮助我 主啊 你与我同在 让我能够按照你 你自己的旨意来正确地分解交道 创世纪里面奇妙的真理 主如我们同在 也祝福那虚心追求和渴慕你化语的人 凡寻求你的必得着保足 我们仰望主将我们这个主日的主日学课程 向主来交托 祷告 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好 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 在创世纪第32章 创世纪的32章 从第一节一直到32节 创世纪32章 一节到32节 找到的话 我会带领大家读这段经文 创世纪32章 第一节 雅各仍旧行路 神的使者遇见他 雅各看见他们就说 这是神的军兵 于是给那地方请教马哈尼 雅各达化人先往西尔地区 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 吩咐他们说 你们对我主以扫说 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 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 我用牛 驴 羊群 扑鼻 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 为要在你眼前蒙恩 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 说 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 他带着四百人 正迎着你来 雅各就胜惧怕 而且愁烦 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 和羊群 牛群 骆驼 封成两对 说以扫过来击杀这一对 剩下的那一对还可以逃避 雅各说 耶和号我祖亚伯拉罕的神 我父亲以扫的神啊 你曾对我说 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后待你 你向仆人所思的 一切慈爱和诚实 我一点也不配得 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 过着约旦河 如今我却成了两对了 求你救我 脱离我哥哥姨嫂的手 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你曾说 我必定后待你 尸里的后衣 如同海边的沙 多得不可胜说 雅各送礼物 给姨嫂 第十三节 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 就从他所有的物中 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姨嫂 母山羊二百只 宫山羊二十只 母绵羊二百只 宫绵羊二十只 乃宰子的骆驼三十只 各带着宰子 母牛四十只 宫牛十只 母驴二十匹 驴居十匹 每样各分一群 交在仆人手下 就对仆人说 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 是群群乡里有空闲的地方 又吩咐 静先走的说 我哥哥姨嫂 过遇见你的时候 问你说 这是哪家的 要往哪里去 你前头这些是谁的 你就说 是你仆人雅各的 是送给我主姨嫂的礼物 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 又吩咐第二 第三和一切 敢寻触的人说 你们遇见仪嫂的时候 也要这样对他说 并且你们要说 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 因雅各心里说 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 解他的恨 然后再见他的面 或者他容纳 于是礼物先过去了 那也雅各在堆中住宿 他夜间起来 带着两个妻子 两个使女 并十一个儿子 都过了雅各渡口 先打发他们过河 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 只剩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 直到黎明 那人坚自己胜不过他 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 雅各的大腿窝 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拧了 那人说 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 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那人说 你叫什么名 你叫什么 他说我叫雅各 那人说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 与人教力都得了神 雅各问他说 请将你的名告诉我 那人说 何必问我的名 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雅各便给那地方请教 皮努一乐 意思说 我命对面见了神 我的性命 忍得保全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 雅各经过 皮努一乐 他的大腿就缺了 故此 以色列人 不吃大腿窝的精 直到今日 因为那人摸了雅各 大腿窝的精 愿上帝祝福他自己 完美无物宝贵的花园 在这一章当中 我给他提的主题 叫做雅各的归徒 雅各的归徒 人生道路 崎岖坎坷 艰难若平 我们要经过高山 也会经过敌骨 我们经过山地 也经过平原 有时候是顺境 有时候是逆境 对于雅各来讲呢 他的人生更是有 很多这种崎岖不平的道路 当这个雅各终于结束了 在他的舅舅拉班的手下 二十年 这样一个被压迫 被欺负 二十年的时间 终于结束 他跟他的这个舅舅拉班 两个人立约 和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现在呢 雅各踏上了回家的征途 要回到那个 他离开了二十年的家乡 但是呢 对于雅各来讲 他回去呢 拥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情 为什么复杂呢 一方面 他离开了这个二十多年的神心地 可以回到生他 养他 他长大的那个家乡 一方面 他当然高兴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知道有一个人在等着他的回来 是谁呢 就是他的哥哥 以嫂 他不能忘记 在二十年前 他怎样 通过欺骗的方式 把他哥哥 长子的这个名分 骗到手 又通过 欺骗的方式 把长子的祝福 骗到手 当时的时候呢 以嫂 就已经说什么呀 我要杀了雅各 我要这个在 我父亲居丧的时候 把雅各杀掉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 对雅各来说 他回去的话 要面对这个 他的哥哥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 正所谓是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虽然他跟雅各 跟那个雅各跟拉班 这件事情解决了 但回去之后呢 还要面对 另外的很多问题 怎么办 其实呢 很多时候 基督主人生就是这样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刚刚解决了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 又发生了 那 当雅各 现在 要回去的时候呢 他心里面会想到说 我 应该怎样面对你 扫 他会放过我吗 在这个时候 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 那就是 他虽然在雅各人生当中经历过大风大浪 但在这一切的大风大浪当中 上帝与他同在 神没有允许我们一生当中是一凡风顺风平浪静 但神允许在暴风骤雨当中有他的存在 由他与我们同在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应许 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明白 在我们人生当中 上帝没有允许我们平静安稳 就是在生活当中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没有 但有一件事情已经允许 就是在我们经历任何苦难和环境遭遇的时候呢 这位主他与我们同行 他会确保我们 无论到再大的风浪 我们的船都不会翻 有主在我们船上 我们就不怕风浪 那对于此时的雅各人 他非常的明白 他需要这位主 越是在这种重担和压力的面前 他越是会谦卑的来仰望这位神 越是认识到自己多么的软弱 自己多么的渺小 自己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是那样的束手无策 那样的无助 那在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 第一节看到雅各忍旧行路 神的使者遇见他 我们看到当雅各现在呢 踏上归向家乡的路途 在路途当中呢 神的使者遇见他 这件事情呢 我们看到是雅各他未曾预料到的事情 是神的使者呢 主动的来遇见他 上帝真的知道雅各现在这个环境是怎样的 在雅各 未曾开口向上帝祷告之前 神都已经完全明白了 所以神 所以神拆派他的使者来与雅各同在 神特别的安排 这里面这个使者呢 我们知道在原文当中还是一个辅述 就不只是一个 是很多 可能是两队的这个使者 来到跟雅各会面一样这样的相遇 那当这样相遇的时候呢 雅各知道 雅各看见他们就说什么 这是神的军兵 这是神的军兵 这给雅各呢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安慰 因为通过雅各所看到这些军兵呢 在他的心里面 他得到一件事情 非常肯定 那就是这位神与他同在 神与他同在 神要保护他 神要陪伴他回到迦南地 这给雅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说 你不用怕 我派我的使者 我的军兵保护你回迦南 不管遇到什么 不要怕以扫 我能够在拉班要追上你的时候 要向你动手 要伤害你的时候呢 我向拉班显现 警告他拦走他 那今天我照样能够在 以扫面前来保护你 所以神呢 给雅各这样一份非常坚定的确局 让雅各看到神的军兵呢 他心中就极其的安慰 那对雅各来说 这是他此刻最需要的 当他未曾开口的时候呢 神都已经知道雅各的需要 那雅各说什么 这是神的军兵 于是呢 给他地方起名叫马哈念 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 他起这个名字呢 他也可以代表了两队的军兵 目的是为了提醒自己 不要怕 不要怕 有耶和华的军兵与我同在 那当这个雅各得到这样一个确局之后呢 他继续前行的道路 继续往前走 继续回家 那紧接着呢 雅各呢 他打发人 拆见他的使者 去看一看以扫 了解对方的情况 看以扫在做什么 这是一个聪明的一个决策 他先拆开使者 去到西尔 就是以东地 来见他的哥哥 以扫 然后见到以扫说什么呢 你们对我主以扫说 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呢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聪明知识的人 当他拆开这个使者去迎见以扫的时候呢 他吩咐这些使者 说如果你见到以扫的话 你应该这样说 说你的仆人雅各 所以雅各呢 现在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谦卑的地位 雅各知道 这个时候呢 要想跟各个和解 必须有一个谦卑的态度 这是一个和解 要应当有的一个态度 在说话上面 在用词上面 在你的态度上面 都很重要 当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 性格不同 哪怕就是在家人之间一样 也是有不同的性格 难免会发生矛盾 比如说夫妻之间 这个父母与儿女之间 朋友之间 都难免会发生一个 一些彼此冒犯的冲突 那遇到这些冲突的时候 你要想和解 也不去放低姿态 也谦卑的 这样的话 能够为彼此和解 预备一个铺平道路 你看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 在这个真言书第十五章的时候 圣经的 神的话语 来告诉我们说 当你要 与人之间相和睦的时候 这个对的态度很重要 你看真言书十五章 第一解说 回答柔和 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比如说丈夫和妻子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 比如说父母跟孩子之间矛盾的时候 彼此要想和睦 要说温柔和气的话 态度要非常非常的这种谦卑 包括认错的时候 你比如说 丈夫和妻子之间闹矛盾了 当你去主动 比如说像我跟我妻子 如果我们之间闹矛盾的时候 我们之间要有和睦 就必须很谦卑的 我们有个对的态度来商量一下 说认错 说对不起 我刚才讲话有点太冲动 伤害到你了 请你原谅 对不起 I'm sorry 这是个对的态度 不单单你在讲话上面 你要有个谦卑 你在你的态度上面 也要温和 甚至要回答 柔和 使怒消退 你发现 一个对的话 如果态度不正确 你讲出去也是不一样 你比如说 你说错了 当你认错的时候 对不起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会发现 你这样讲的时候 对方会觉得 你更不真诚 你不是真正的道歉 跟你真正的想说 真的很抱歉 刚才我 对不起 我说话冲动 或我刚才做那件事情 可能不太对 请你原谅 不一样的 这个效果是不一样 所以你看雅各 是个聪明的人 他放低姿态 他知道在二十多年前 他错了 他得罪了格格 他欺骗了格格 所以现在回去的时候 他谦卑 他说你的仆人 雅各 希望 他说我主 以扫 对我主以扫说 你的仆人 雅各 希望通过这种 谦卑的态度 希望哥哥能够 不计前行 彼此之间 能够和睦 三处 那这个时候呢 雅各 他的仆人说 把他自己 雅各 现在的状况 告诉一扫 你比如说 雅各 现在我有牛 驴 羊群 仆壁 告诉这个 我的主人说 我有很多很多东西 这是一个 为什么要这样去讲呢 一方面 这个雅各呢 希望以扫 知道 当年 我得罪你了 现在呢 我有能力补偿 我现在可以补偿你 当时 我所伤害你的地方 他愿意 不单单嘴上 道一个切 他愿意用实际行动 来补偿 对哥哥的伤害 或者损失 这是一方面 那另一方面呢 他也想表明 我愿意将我的东西 跟你分享 我回来 不是为了跟你 和你争夺家产 争夺父亲的遗产 不是的 我有丰丰富富的 各样都有 我愿意将我的东西 来分享给你 这是雅各 来告诉一扫 你不用担心 我有足够的 让一扫 可以放宽情 让一扫 可以不计前线 两人之间 重归于好 但是呢 这个 他的仆人回来 汇报到什么 说 我们到了你哥哥 一扫那里 他带着四百人 正迎着你来 似乎不是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 你看这个 雅各的仆人呢 他看到一扫 带着四百个人 这样一个大型的队伍 看上去似乎来者不善 你看那个亚伯拉罕 曾经去救罗德的时候 他带多少人 三百一十八个众地 他这个时候 已扫得了更多四百个人 他对雅各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雅各心里面突然一整 他知道可能哥哥来 是要报仇的 对雅各心里面 所以呢 他就有这样一个 惧怕在他里面 你看圣经像我们记录 你看第七节说 雅各就甚惧怕 而且忧愁 他不仅怕 而且心里面非常非常担心 他现在是 雅各现在是脱家带口 而且呢 这个 他的孩子们都还小 这个时候 如果 以扫带着四百个精壮的 这个壮顶 来跟雅各打 雅各根本不是对手的 所以雅各这个时候 非常非常的害怕和担心 那他是怎样的 想来个策略 他说 把那个与他同在的人口 羊群牛群骆驼 分作两队 这个时候 雅各想一个办法 封城两队 目的是什么呢 他说 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 剩下的那一队 还可以逃避 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 让以扫赶尽杀绝 不至于说 连根拔起将我全部消灭掉 最起码 我扶你两队 他先攻击一队 另外一队有机会 可以逃跑 这是 雅各当时制定出来一个方案 这个时候 雅各明白 真正能够保护雅各的 这个时候 唯有上帝 唯有上帝 你看 往前 是他的哥哥 以扫 要来保护他 后面 是那个 这个曾经一直欺压他 一直 略远他 甚至可以说 一直这个 用不公义的方式来压榨他的 一个救助 这个时候 连他那个年迈的父母呢 都都 不知何处 他的那个妈妈 可能已经去世了 所以他现在呢 举目无情 找不到可以 真正能帮助他的 因为你们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尴尬的 这个环境 想找人帮忙 发现 没有可以帮得到 帮得到的人 就像我这个 在外面 很多年 我离开家的时候 我是 上高中的时候吧 大概是 18岁左右 我离开我的家乡 到外面去住 读书 然后读书之后呢 我又去工作 在外面漂泊这些年 其实 很多时候 遇到那些无助 因为家人离自己很远很远 后来 到新加坡读神学的时候 遇到一些困难 有些时候就会感觉到 找朋友 又不知道应该可以找谁 不知道谁能够帮得到你 找家人 家人是远在天边 也够不着 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只能祷告 我相信 我们中间很多人 都会经历那些 没有办法的时刻 那在这个时候呢 上帝要让我们来仰望他 嗯 那这个时候 雅各呢 他也知道 他唯一能做的 那就是祷告 祷告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雅各说 耶和华 我祖 我祖亚伯拉罕的神 我父亲 以撒的神啊 你曾对我说 回你本地 本族去 我要 后代你 雅各说 耶和华 我祖 亚伯拉罕的神 我父亲 以撒的神 弟兄姐妹 在圣经当中 你每当读到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你知道这一位神 是一位 信使的神 你怎样 帮助了 我的 我祖 就是我的这个 雅各的爷爷 我祖 亚伯拉罕 你怎样 帮助了 我的父亲 以撒 你今天 仍然能够 帮助我 这是雅各的 一个信心和缺取 他知道 这位神 能够帮助 自己的爷爷 父亲 他也能够帮助他 这位神 是信使的 是守约 使慈爱的 神竟然应许 要祝福 亚伯拉罕 子孙后代 要向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 一样多 神竟然应许说 要拣选雅各 作为亚伯拉罕 之乐的继承人 那么 雅各在 今天这个时候 就不能够 被一扫 赶尽杀去 如果雅各 和他的孩子 全在这一刻呢 在回去的路途当中 被一扫 全部杀掉 哪来的子孙后代 如何能够 成就 上帝所应许的 子孙 要向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 一样的多 对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雅各就按着上帝所应许的 神说 雅各说 他说 你曾对我说 回你本地 本族去 换句话说 谁让雅各回去的 神 雅各说 神啊 你让我回去的 你让我回去 你也必然对我负责 有点为当神让我们去做 我们按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 神会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负责 因为这是他的计则 但如果我们违背什么旨意 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我们自己 要负责 就好像如果老板让你去做一件事情 结果是怎样 老板负责 因为老板让你去做的 对不对 但如果你自己老板没有让你去做 你自己 这个私自 这个 去做这件事情 没有经过老板同意 那到最后呢 你要负责 那就是我们的大老板 我们的上帝 他如果吩咐雅各这么去做 他负责 所以 是神 让雅各 回去的 我们有看到说 这里有告诉我们 你看 我要后待你 也就是神 让雅各回去 神也说什么呀 神要后待雅各 要向后待雅各 祝福雅各 首先要怎样 要保护他 如果雅各被赶进杀绝 那其他这些后待和祝福 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 这个雅各呢 就按着神说应许的 来向神祷告 让神看顾他 按着神的应许 来保护他 所以雅各是按着上帝 应许来祷告 弟兄姐妹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按着神的应许来祷告 永远不会错 按着神的应许来祷告 永远不会 不能垂体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不只是 为着我们自己需要的 想要的 我们心里所想的 来祷告 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们所祷告的 是不是符合神的心理 那这个时候雅各明白 他要按着上帝的应许 来祷告 而且他说什么 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 一切慈爱和诚实 我一点也不配得 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战 过着约旦河 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 他知道 他曾经在二十多年前 渡过约旦河的时候 他只有什么 掌 首领于这条杖 空空除了 只拿了一根木杖而已 仅此 一个人 孤苦灵敌一个光棍 拿了一根杖 渡过约旦河 那今天他回来的时候呢 说什么 我竟成了两队 两队的人马 妻妾成羞 十二 这个两个妻子 两个妾 然后十一个儿子 一个女孩 至少 他有很多的牛羊 骆驼 驴 牲口 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大户 那这一切是哪里来的 雅各承认说什么 这一切都是神给他的祝福 雅各意识到他明白 不是因为雅各我聪明 不是说雅各 你看他这个 在巴丹亚兰的时候 跟那个拉班住一起的时候 雅各不是说 因为我聪明 你看拉班这么对待 我心为我比拉班聪明 我有方法 所以 我这个牛羊 我这个牲口 可以那么多 雅各没有这么讲 雅各知道说 我之所以有这么多 是因为雅各华 赐福给我 这是一点 今天 基督徒 必须要知道的 必须要学习的 很多时候 我们都以为说 这一切都是我的 都是我 凭我自己双手赚来的 我辛辛苦苦努力来的 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不知道 我们所拥有这一切 都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的 如果神不赐福我们 我们就一无所有 我们必须明白 弟兄姐妹 我们置身出于母腹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我们今天之所以 有食物吃 有衣服穿 有家可以住 都是上帝的恩赐 所以当我们失去 一点点东西的时候 不要让我们抱怨神 不要埋怨 神只是从我们 众多祝福给我们 东西当中 拿去一点点 我们又知道 要感恩 就好像雅各一样 为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向神感恩 你看在这个诗篇当中 诗人他非常清楚 在诗篇十六篇第二节 诗人说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他说耶和华 他对自己的心 他提醒自己 他说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进行 祝我的心啊 不要忘记耶和华一切的恩惠 不要忘记耶和华一切的恩惠 我们是很健忘的 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 这一切原来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 不要以为说这是我应得的 承认自己的不配 就像杨哥所讲 突然你 你像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 我一点也不配的 他觉得自己不配 他觉得他所得到这一切 都是被赢得的 那是因为上帝他的恩惠和怜悯 你看在这个路加分第十七章的时候 路加分第十七章第十节 我们读到这个 在这个地方呢 主耶稣教导我们说 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呢 路加分第十七章第十节 这个从第十九节看说 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 主人还谢谢他吗 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事我们应分做的 所以你们当我们做完一切 我们所做的 我们只应该说 我们是不配的仆人 我们所做的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应分 我们应该的 我们的本质工作 当如果我们如此 忠心师父主的时候 上帝自然会恩待我们 上帝自然会祝福我们 求助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 那如果真的说 有些东西是我们应得的 那么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地狱 因为我们都犯了罪 罪的结局就是死亡 以及将来审判之后 那个磷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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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们应得的 但上帝 怜悯我们 他拯救我们 将我们不配得的恩典 祝福和永生 将来的天堂和永恒的基业 给我们 是我们不配得的 那今天我们家里面 都拥有这一切 我们要知道 这是我们不配得的 当你丢掉工作的时候 当你丢掉一笔钱 当你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 不要忧伤 其实这些东西本来不是你的 这是主的 我们只是一个管家 如果主要把这些东西拿去 我们说 阿们 主啊 你要拿去 你就拿去 你要给我 我就谢谢你 有这个态度 因为这一切 本来就是主的 神要给我们健康 我们感谢主 神要将我们健康 拿去让我们得结的疾病 我们也感恩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能赐给我们健康 耶和华同样能赐给我们灾祸 一切我们都应当称颂和感恩 我们的主 在任何环境 让我们常常 谢恩 那这个时候呢 亚哥向这位神来祷告 第十一节 他说求你救我 他说求你救我 他谦卑在神的面前 他没有存在一种抱怨 他说神啊 你叫我回来 你看 你叫我从加南 这个从那个巴丹亚来 回到加南地 你看我哥哥带了四百人来 来 来这样 好像报复我 神啊 你到底有没有有我存在 你没有保护我 没有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有个谦卑的态度 不要去抱怨 亚哥说神啊 求你救我 他谦卑的 徐救神 神怎样在过去拯救他 脱离拉斑的时候 今天人能可以拯救他 脱离 一扫的时候 而且呢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连妻子带二年一同杀了 你曾说 我必定后代你 使你的后裔 如同海边的伤 多得不可生疏 大卫 那个 亚哥的他害怕 他害怕 他的家人 妻子而已 被杀 因为神说什么 神说 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一样 如果今天 我的家人 准备一扫杀了 那你的应许如何成就呢 神啊 所以亚哥此时的祷告呢 也完全是按照神的旨意 来祷告 那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 亚哥他的祷告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 亚哥呢 请自己的本分 从十三节看到什么呢 当夜 亚哥在那里住宿 就从他所有的物中 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 以扫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 亚哥来准备一些礼物 送给他的哥哥 以扫 哪些礼物 我们看到 母山羊二百只 公山羊二十只 母绵羊二百只 公绵羊二十只 乃宰子的骆驼三十只 各代只宰子 你看都是好的 这个母山羊 还有这个 母绵羊两百两百只的 还有乃宰子的骆驼 骆驼是最贵重的那个动物 而且还什么 乃宰子 就是怀孕的 送了这个三十只骆驼 实际上是六十只 因为他们都怀着 最少六十只 如果你们要怀着是一个 还有母驴二十只 母牛四十只 所以当一大哥 来准备一些礼物 来给他的哥哥 以扫 他知道 一方面呢 他向神祷告 求神来帮助他 另一方面呢 他自己 也要尽本分 来化解他跟哥哥之间的矛盾 有句话 我们这个 以顾的老牧师 杜牧师他这样说 他说 自助加神助 是最好的帮助 祷告之后呢 是行动 以色列人在他们祷告之后 他们需要征战的 仍然出去征战 不是光祷告 没有行动 不是这样的 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 两者缺一不可 神赐福人所做的事 那人如果不做 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所以我们很重要是 当我们祈求神 帮助我们的时候 在这件事情上 让神帮助我们 那我们自己要去做 如果我们不做 我们就得不到 神的祝福 这就是神的主权 和人的责任 相结合的 当大卫 被扫罗追杀的时候 他一边祷告 神来帮助他 一边 他自己也四处来逃跑 逃亡 他不只是祷告而已 他也要尽自己的本分去逃 人不应该以祷告 作为懒惰的借口 你不要说 我祷告了 祷告之后呢 就像雅各一样 他祷告神来保护他 他自己也要 有一个实际的行动 跟他各个来和解 比如我们家人之间 你跟丈夫之间闹矛盾了 你祷告神 求神恢复你们的关系 你要有实际的行动 你要跟丈夫说 啊 好了 我错了 道歉一下 谦卑一下 你们就能和睦 不要我们只是祷告 神啊 求你教训他 让他谦卑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 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做 啊 祷告加上行动 你比如说 学生 他不能只祷告 不学习 希望神给他一百分 可能吗 因为学生 你要尽自己的本分 你除了祷告 依靠神之外 你要认真努力的学习 然后上帝会祝福你的学习 让你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不可能说 你整天在家里睡到觉 不读书 然后上课的时候 你不认真听老师上讲课 只祷告 不学习 你希望可以考一考成绩 不可能的 一个奴民 他不是指祷告求生 伺服他 丰收 但他自己呢 不去撒种 不去播种 不去教管 不是这样的 要求人生祝福你 你自己要去做 把种子 种在地下 那神在祝福 让他长出来 对吗 你如果该种的时候 你不去种 该收的时候 你不去收 上帝会祝福你吗 上帝不会 那 有些时候 当我们祷告神 求神 赐福我们一个好的工作 那我们也要去怎样 要主动 积极地去找工作 你如果不去找 你说神让你祝福 我整天在家里躺 睡大觉 神怎么祝福 不要忘记 上帝的工作 和人的工作 能够进行 我们人 要有自己的本分 这是很多很多 基督徒忽略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 从雅各的身上来学习 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能够尽我们自己的本分 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当我们去做的时候 我们做工 上帝的工作 上帝的祝福 会跟着我们同在 求神帮助我们 从雅各的生命当中 来学习 那第二部分 这一章的第二部分呢 我们留到 下一周的时候 我们来聚学 今天我们就 学习到这个地方 愿上帝来祝福 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 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天父啊 你是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你也是 我们的神 你是昨日今日 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上帝 我们仰望你 在今天这个时代 求主帮助我们 人能够忠心的 预助同心 当我们到 我们人生当中的问题和麻烦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学习雅各一样 谦占卑地到主的面前来 依靠主 神 神 拆派你的使者 与亚各同在 帮助他 保护他 一路 回到加南 那今天 我们相信 神也会 拆派你的使者 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度过 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关 神 神啊 当亚各祷告之后 他没有忘记 自己当定的本分 责任 和义务 那求主帮助我们 在今天 我们在祷告的同时 我们也不忘记 尽我们的本分 来遵行 神的指定 当我们如此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经历到 上帝的帮助 神啊 把我们 把我们教会当中 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向神来仰望 求神来看顾他们 来信靠主 求神来帮助他们 能够在经历难关的时候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让他们 亲自经历到 神与他们同在 和神也给他们的帮助 也保守每一位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和年长的叔叔 爱运他们的身体 特别求助 也怜悯 这个爱玲姐妹 你帮助她的眼睛 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 不需要做手术 也不至于视力 求助看顾她 也为这 Gracie姐妹 祷告 也求神继续看顾她 能够 医治她眼睛上的问题 无论是白内障 还是其他的一些 疾病 都求助怜悯 以及其他 所有在教会当中 有疾病和软弱的 杰玲姐妹 我们都求神 看顾 怜悯我们的教会 帮助我们 神啊 求你借着我们的生命 能够继续为你做好的见证 荣耀你 求主听我们在你面前 这样的祷告 和感恩 都是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阿们 恩神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